Thank you 寒假到了和暑假不同的是 这一次大家都没有在学校里举行活动 而是在家里度过 又田军对大家宣布 我要到九州的爷爷家里一起过新年 爱好化学实验的阿泰也兴冲冲地盼望着 我要和哥哥一起去一个物理研究所参观 大家也纷纷说着自己的计划 一边道别 再见 再见 小豆豆的计划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滑雪 爸爸的朋友 同一乐团的大提亲手 兼指挥斋藤秀雄先生 在枝鹤高原上拥有一所非常棒的房子 所以几乎每年冬天 小豆豆一家都去那里度假 小豆豆从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滑雪 出了车站 乘上马拉的雪橇来到枝鹤高原 那里是一片白茫茫的雪的世界 那里并没有缆车什么的 滑雪场地上有时会看到残留的树桩 妈妈告诉小豆豆 如果来滑雪的人不像斋藤先生这样 在这里拥有一所房子 在枝鹤高原上还有一家旅馆 一家酒店可以住 有趣的是这里的外国人非常多 今年和往年不同的是 小豆豆已经成了一年级的小学生 而且还学会了一句英语 那就是爸爸教的Thank you 每当小豆豆登上滑雪板 站在雪上的时候 从他身边经过的外国人 总要说几句什么 大概是真可爱啊之类的话 但小豆豆并不明白 所以直到去年 小豆豆一直沉默不语 但是今年 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小豆豆就稍微低下头 说Thank you 这么一说 那些外国人越发高兴起来 微笑着说了好多话 其中 还有一位阿姨 把自己的脸紧紧地贴在小豆豆脸上 还有的叔叔紧紧地抱了抱小豆豆 小豆豆觉得 自己只说了一句Thank you 大家就对自己这么亲近 真是很有意思 有一天 他们中一位很和气的年轻男子 来到小豆豆面前 做手势表示 站到我的滑雪板前面来 好吗 小豆豆问了问爸爸 爸爸说可以 于是 小豆豆就对那位叔叔说了一句 Thank you 那个人让小豆豆蹲到自己滑雪板的前端 把两边的滑雪板对齐 然后 沿着制河高原最缓的长坡 像风一样地滑了下去 小豆豆只觉得耳朵两边的风声呼呼地响 他用两只手抱住膝盖 努力不让自己往前俯冲下去 虽然有点害怕 但非常非常快乐 滑完之后 围观的大人们拍起手来 小豆豆从滑雪板的前端站起来 稍稍低下头 对大家说 Thank you 人们越发拍起手来 这位年轻人叫舒奈尔德 是世界上有名的滑雪家 他总是喜欢用罕见的银色滑雪章 这些都是小豆豆以后才知道的 不过 当时小豆豆就喜欢上了这个人 因为滑完雪之后 大家鼓掌称赞 然后 这个人弯下腰 握住小豆豆的手 非常尊重 非常温和地看着小豆豆 对他说 Thank you 这位年轻人不是把小豆豆当作小孩子来对待 而是看作一位成年的女士来尊重 当这位男子弯下腰来的那一瞬间 小豆豆从心里感到了他的友好和彬彬有礼 在他的身后是一片纯白的世界 无边无垠地伸展开去 来 走吧 滑茶 三人 徜泌 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